由于电线短路 导致橡树底下发生了爆炸 所以我们作为热心市民 一定要去看看热闹 在前往橡树的路上 看见了小橡皮虫 正在被两个壮汉霸凌 所以我决定拔刀相向 不对 拔刀相助 提早解决橡皮虫的痛苦 做好事而不留名 是我的一贯作法 饿了吃橡皮虫 渴了喝露水 一个人也能活得很潇洒 前面那个冒着烟的地方 应该就是爆炸地点 走 看看去 这是 没想到在橡树底下有个洞 洞里还有两只大狼猪 真是越害怕什么就来什么呀 来到爆炸地点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通道 好奇心 确实我进去看一看 只要没有蜘蛛就行了 看来爆炸的威力不小 通道已经凌乱不堪了 这里好像是个实验室 看来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就变小了 并且创建了这个地方 这间屋子设备都很完整 地面也很整洁 看来并没有被爆炸波及 这刚说完就打脸了 这里炸得这么厉害 还有一个被炸晕的机器人 赶紧给他做个心非复苏 再怎么说 这爆炸也和我稍微有点关系 活了 这家伙不会报复我吧 好像没啥事儿 那就问问他这里是什么情况 通过和机器人小哥的对话 了解到这里是一个博士建造的 这个博士平时最喜欢搞生物实验 我们的主角变小 很有可能就是这家伙干的 不过博士已经失踪了 而且这机器人因为爆炸 把脑子给炸坏了 简单点来说就是 失忆了 所以无法给我们提供太多信息 但是如果我可以找到 和他脑子里同款的备份芯片 帮他恢复记忆 他就能帮我找到变回正常的方法 本来我是拒绝的 但是仔细想想 他脑子坏了和我已占点关系 所以内疚心理 我就答应了 化压按手印完毕后 还能接一些支线任务 完成支线任务 可以获得原始科学点数 这些点数可以解锁一些东西 对于我们探险有一定的帮助 出来后 界面上谈出了机器小哥的任务 找到处理实验室 任务我先放着 到附近溜达溜达 看天色黑了 狼猪出来活动了 先去试探一下 他是不是和平主义着 他好像不会主动攻击 那我就再试探一下 打空了 不过是狼猪出来了 瓢虫也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只 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没动手 没动手 这爸爸的老爷们 一起跳啊 喂 怎么啦 别习惯了 这 方法中笑了 好可怕 我先躲一躲 这家伙能跳这么远 我好像中毒了 吃个热宠若恢复一下 还好瓢虫帮我把成混拉回去了 不然我就要歇菜了呀 哎 瓢虫大哥 你女票被打了 你不帮忙吗 哦 我知道了 不是他不帮忙啊 而是太黑了 他瞅不见 没事 我帮你 你女票都翻肚皮了 你还在这逛呢 你不要逛 人家来找你来了 大哥 你这角度也太刁钻了吧 我好像要没了 再多设计一下 剩下的就交给瓢虫大哥了 哎 好像有机会 完了 发你 我胡冠三又回来了 奇怪 狼猪尸体呢 瓢虫大哥的也没有 难道说 他们很好了 就逛了一圈 就剩下他的女票 在这番肚皮 安心去吧 我会帮你报仇的 安营乍寨 睡醒再说 下期见 嗯 说实话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份词 我们下期见